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月4日 是2021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表现是十分之好的 我们看到基本上已经突破了 这个是期止计 突破了27000这个阻力 因此27000 现在将会 特别是26700 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持位 要继续移动上去上面 能够移动多少呢 当然 我们现在还要看回 就是第一 美国方面的打压 疫情的发展 以及一件事就是 到了年初的时候 一定有些资金 有所谓的 是投资的重新部署的调配 而之前 去年所有剩下来 未投资的钱 可能今年第一季度 都会作为出一个部署 因此 一些板块 是会受到追捧的 受到追捧的板块 毫无疑问 都将会是 第一 不会被美国打压的 是风口浪尖的股票 第二批 一定是国内需求 会有所关联的股票 因此 这两方面 大家都需要留意一下 即时 外面人家打得风风雨雨的话 你就缩下来 找些内需股 金融股方面 只可以说是稳打稳扎 因为还要等阿耶 他方面要出招 首先 看看 一月期货 这里 周线图上面 看到了 他说是由这里 是二老友阻力之后 就回到这里 他一直都并没有下跌 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周线的中族 就像这里 并没有下跌 他就彈上去 这个这样彈上去 是好还是不好 不知道 真的要走一步 看一步 因为你现在彈上去之后 可以像这样 连续是升很多日 沿着通道 上升很多日 即是你不会升多 10日左右 因为真认你跳多层楼 就算你会飞 你从一楼跳到10楼之中 你没力了 你开始就下跌 下跌 要横行整固 整体来说 这个浪的上升 是由9月底开始 上升的 这个9月底开始上升 亦是由于之前的 由8月到7月左右的下跌 现在来到这里 只不过 现在来到这里 看得到 是来到这里 差不多打回水平 我们看看周线图 上面来说 大致上 现在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还有一个阶段 要走 走上面这里 29,000 这里 29,000 这里 是去年 2月 1月左右 年初的时候 即是说 是疫情 未曾十分爆发的时候 疫情爆发之后 就下跌了 现在 因为回到这里 所以回到29,000 这个位置 只不过是 舊地重游 问题就出现了 虽然29,000 这个位置 是被突破的 当然 我们最好去到 30,000点这个位置 大家看看 走势上 这个成为 什么呢 就成为一个大圆底 虽然这个大圆底 会出现什么呢 我们就当这里很简单 29,000 这里是 20,000 这个是 20,000 左右 当然这个是 21,000 这个29,000 21,000 减之下 就是 8,000点 8,000点 由29,000 加8,000点 上去 是多少啊 阿哥 29,000 加8,000点 那就37,000 很简单 很简单 以前 我曾经说过 恒生指数 是可以去见到 32,000 以至38,000 的时间 是要在2020年之后的 基本上 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是2021年 所以 在今年 我很乐观地估计 可以看37,000 38,000 当然 人们也会说我瘋 没什么问题 瘋就瘋 瘋 好过不瘋 对吗 一个是 善良的是瘋 大家看看 陪不陪下瘋 最主要前提就是 将来 或者这一两个月之内 恒生指数 能够有望突破了 29,000 站起 30,000点 上面 若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将会怎样做呢 为什么又可以突破到3,000,000点 上面呢 这个 是跟 恒生指数 的改潮换代 指数成分股 改潮换代有关的 这些呢 这些呢 是一个 稍后再讲一讲 其实这个改潮换代 我也觉得就是说 我是在这个 打索罗斯的时候 最后 最后的日子 我曾经就有一个 说过 就是说 恒生指数的炒法 可以一个改潮换代的炒法 根本就不需要出千二亿 就打死索罗斯的了 好 那这些呢 就稍后再讲 好了 有朋友问 他拿着恒基 也有人说 恒基会跌到九元鸡 会不会 这样 在这点 里面来看看 恒基市这方面 这一路 都有不少资金 是涌入去的 好了 恒基现在来讲的 的而且确 是从周线图上来讲 他一直是由今年的六月左右 一跌好之后 真的没有什么 这个是 掌进的 全部就在这里 是 横行的 因此我们怎么做呢 很简单 顶 就是沽 底 就是渣 现在他看到顶 现在他在中间 他就想反弹 那怎么看呢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顶 沽 底渣 有些渣 第一 你看看市盈率 是8.7倍 周息率 是5.8厘 那市盈率8.7倍 是让我记得起什么呢 就是 起 很久很久之前 我应该是哪一次股灾之后呢 好像87股灾之后 8.7股灾之后 当时 我就去做访问一个人 访问这个人 他当时在和黄那里做和黄基金 他说 当时的和黄 跌至市盈率只有7倍 我还有什么可以好跌的呢 当时和黄跌至7元左右 因此 他将他的儿子 那些未来的教育基金 卖到和黄那里 当时的市盈率是7倍 一个有资产值 的股效 如果当它跌到7倍 特别它的资产值 不是那些银子的资产值 是砖头 金矿 或者是一些很实质的资产值 它跌下去 这个是大约7、8、9的PE 底极是有限的 若然你说恒基要跌下去9元 鸡的话 我想问 市盈率是多少 一 是吗 是吗 所以这点 息口又如何 剩五十五 成一个 即是几日利息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在这点里来说 我们要看 估计它可以跌到多少 可以大家估计 不过一定要和一样看 当然你说的市盈率 它会不会一直继续 一直不升 而一直跌 会 特别如果它做错了很多东西 那就会了 我只是很想问 大家知不知道 全香港的农避 四大的持有者 是哪几个呢 在新界东北的 是恒基 在西贡区的 十四乡附近 以至东北的 是新鸿基 华贸 和新世界 是拿着洪水桥 屯门一带 大量的农避 这些 当政府要去发展 要建公屋 要建私楼的话 你一定要和它 还要拿回它们手上的B 因此 在这点里来说 我只是说 恒基一路建房 新鸿基一路建房 新世界和华文一路建房 它们正在用的 都有一些以前 起我 七零年代 有人曾经提供过我 一毫一尺的农避 我当时只有七千元 七千元 我很坏 都没有买到 否则 以一毫一尺的农避 我七千元 都可以买到 大致有七万尺农避 七万尺农避 现在我不知道 是什么价钱 市价上是 近开发区的 是过千元一尺 如果远偏僻的 没有路到的 是百多元一尺 一毫一尺 变百多元 是什么价值 而新鸿基 恒基 新世界 和这个 华谋 他们还用什么价钱 入账 日货价 入账 可能还带着 一毫一尺 的农避 无论如何 如果去到九元鸡 我觉得 目前的情况 我看不到 不过 好像那些朋友 有四十多元 买了 持有了 那我又觉得 有困难 你要迟一点 看看 恒基 他们如何 去发展他们的地匹 我觉得 去到现在 你有五里八息 拿着收息 这是日线图 六个月 这是日线图 两个月 基本上 都有一个 由低位上 开始看到 慢慢向上升 的东西 不过 估计 都是要在这里 波动 这里是 抓紧就命了 这里是抓紧就命了 这里抓紧就命了 这里抓紧就命之后 就向上升 这里抓紧就命之下 就向下跌 不是跌很多 跌不回到之前的位置 接着到现在 抓紧就命了 又向上升 所以我觉得 这次可能有机会突破33元 若然 如果有这个突破33元 或是32元 那你去33元 才知道32元 有人突破33元 的话 那就很简单 叮叮 这里是一个 圆底 这里上来 这里是33元 这里是25元 25元 24元 25元 33元 这里加上去 接着是8元 33元 再加上8元 好 那就可能是 40 12元 左右 和那位朋友 你拿着45元 不差多少元 那你怎样做呢 你到时 是不是要 剩下跌 或者你到时 看它上去 450元 这个就是你自己决定 当然450元 我只是说笑 50汽车 50汽车 当它在1.55元 1.45元 1.45元 我推介过 我亦是进了 1.55元 不是1.45元 因为下午 已经升了 因为我说完 我应该1点钟之后才进 大把股票 我需要买这一只 所以我说这一只 就是入那一只 我入 我一定是之后 说完之后才进 我有很多股票还没说 可能我大把股票可以进 所以在这些里面 就是在1.55元 在第二天 它去到1.8元 我便出了 1.8元 因为当时 亦只是一望它去1.8元 后来 鬼迷 痛苦 它升到最高上4.4元 在这里说 为什么会4.4元 周星鱼很少 亦有人说 五零汽车 它升到上来 这里 是 为什么跌下来 是因为 做汽车的 叫五零和上汽的合作 这个五零 上汽的上汽五零 这里 只有5%的股权 而五零 这个自己本身 即是三零五 上汽 只是卖汽车零部件 给五零上汽的 因此 卖汽车多少 关你 贵事 盈利不关你 哈哈 哈哈 这件事就要看了 我想请问 你为什么卖信誉光学 为什么卖瑞星科技 你贪他什么 贪他做电话 你不是 你贪他做什么 帮苹果他做的电话零部件 他们不是电话的 这两间 那为什么他可以炒气呢 禁风理业 为什么可以炒气呢 他卖电动车 不是 他卖电池给电动车 所以 你做车的 和你供应车的零件 大家都可以发达 说完了 很多人就看不到这件事 你一定要卖车才发达吗 那你不是一定要卖 卖苹果的手机 你才可以有钱赚呢 不是吧 若然你以为卖苹果才可以 因为是瑞星科学 你扔掉它 不要开 为什么你要开着它呢 因为 他是供应着零部件给他 好 供应给零部件给大家看 苹果赚得多 因为瑞星赚得多 是苹果赚得多 苹果大力赚九成 为什么 因为它的牌子 可以抹高价 50气 还是50上气 分别是什么 这个东西卖两万多 两万多你卖铁 都可能要一万八 当然要是万九 万九就是五零汽车的 因为很低价 你买白粥 买一毫子碗的话 占你的米 起码有八个仙 对吧 或者斗铃 然后三个仙 是柴米 就是柴火 卖粥 那卖粥他就先赚两个仙 因为你要看你妈妈的价 所以有时候有些意念 喂 他不是做那样东西 什么 硬问题 我是不是现在又说 五零汽车上去四个四 不是 因为在这里 真的有一帮人 验人的人出来做事 我不是说过 以前 是有一批人 慕容我 你都可以说 介绍别人炒股 他现在改了 醒了 看着我有什么介绍 小小的容易吃的 他就涌上去 我一个四毛半介绍 他如果在两个价格 三个价格 他如果四个四 涌上去 扔回他 他就有钱赚了 他们是真真正正 在他们内部的东西 是推介去炒五零的 推介完之后 两天 就涌上去四个四 因此 上四个四 这个位置 在短期之内一定回不了 三元 都未必那么容易回得到 因为我不知他在什么位置 不过 现在我们看到五零 在日线图上 他开始在这个位置整固 在整固时中 我已经很简单了 我介绍工作完了 我也炒完了 我的转了 我会是另谋 新的炒作 那这个是怎样的 我不知怎样的 因为 如果他真的要做的话 你先等他到时十二月 他公布的业绩 先 再去看 那样东西 所以如果有的 你不亏的 便要获利 不是 你只要观望 因为很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说完之后 我这些东西 是被人家利用了 这个团火有多大呢 我和证監导过 超过百多人 他们在国内做操作 因此 不是不拘捕他 给一些时间 要和国内警方一起合作 便拘捕了这班人 不过 在这个短期内 我有一个要调整 对这些小小粒容易吃的股票 和这个经常交易股票 我未必敢再这样介绍 所以我将它介绍一些 就是国企式的 等等式的 即是等等 大牛鬼一点 你不是那么容易炒得动 暂时我要先这样做 很多小小粒的章点 我以后就不要介绍了 最重要是大家希望记住 我除了在这里会说话之外 我是绝对不会在任何的网站 介绍股票 任何网站会说的 我就教你 怎样防疫 我不会去再讲财经的东西 在任何网站 除了经济日报 所以希望大家会知道 以后日报 你也听到别人说的 不是经济日报 是官方渠道出来 关于我石脱毛说的东西 那些都是骗子之言 希望大家以五零汽车这个例子 我都想不到他 这么快去转台 这批人是什么呢 我估计应该就是 以前打电话给你 这是人民警示务署 说你有过期 银行说你有什么 电商商说你什么 那批人 同一批人 他们找到时间 是吧 假设他是2元入了 谷到上去4元 在上面扔回来 都可以了 有一两元集 那他交易成交多少 你看看 是吧 希望大家真的记住 看到朋友的话 你告诉他们 如果想听石脱毛讲股票 只可以上来 这个是YouTube 或者我们经济日报的网站 其他的都是假的 迟一点 我会和证监和警方 和其他有四位人兄 就是郭司智 沈震盈 是黄伟杰 一起出来 指揍这些人 如何去害我们 模仿我们 当然 其实还有很多人 都会被模仿 我不能够 找证监和警方 一一都安排 每人做个角色 在那里出现 社会集团 社会集团 经历过一个所谓的 减价 阿爺的 就是 益街坊之后 就出现了 跌势 最近 Being zom 首先破过了中线 中线之后又升上来 估计它以周线图上来说,最终可能会回到这些位置 首先破了中线,然后再回到这些位置 现在估计它应该做完底了 现在大家去看,有人说,约股,我们都要买一些新的科技股等等的约 什么标靶药,什么什么东西,对,不是不对 我想请问标靶药有多少人吃呢? 普通的是药,有多少人吃呢? 这就是白粥和鱼翅的分别 吃白粥的人,吃豆浆油条的人 始终多于吃鱼翅和鱼翅的人 任何一日,在中国来说 所以在这里来说,它经历过要减价的被减价风波之后 它慢慢应该收力回到这里 因为中国真的有三样东西 一,抽烟,二,喝酒,三,吃药 不是吃饭 在这点中,周线图是这样的 日线图将会这样反弹 大家留意,这个是勾勾地上来的 这个是渣顶就命,就下来了 这个渣渣地,不是渣很多 就像这里这样,渣渣地不是渣很多 估计它迟一点,应该会弹上去 因此,如果有货的可以持口 或者是你想拼一下的,就现格级了 看着止蚀位可以了 这个是放大的是日线,两个月图 有朋友问中信证券和中信见头 有什么分别? 没有什么分别 大家都在做投资金融和什么等等 是一样的 看看谁做得好一点,只是这么多 中信证券在周线图上 它仍是一个抓紧就命 不过有一个复罪的形态 就像这里那样,复罪的形态 因此,你要么就可以去观望 要么就严格级了 不过你又要看着止蚀位 为什么你不可以什么等等 对它有技巧太大厚望? 息率不够,市盈率更高 是吧? 下回来怎么办?10吧 那就好了 10是多少? 这些 那是12元的日线图上面 是在打滑走 希望想要突破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突破 它能突破的话 那就好世界了 下回来就是这些上面的位置 突破不了的就回来再试一下 这个日线图上面是想突破 也都的如此站在保力加通道的中族那里 上面就是阻力 这些包抄上来 其实这个形态是这样的 这样上来 这个就是渣颈形式 渣颈形式 渣颈形式的话 渣颈形式的话 渣颈不了的 比较困难些渣颈 因为渣颈起来很困难 那它就会弹回来 中信箭头 一样都是 又没什么太痘 大审买卖等等 亦都一样 周线图上面有一个覆序 两个底 最底去到这里 不如现在来到这里 暂时来到这里 这些位置 就去到很以前的那些 不过已经很困难了 已经上了一层楼 现在要跟着看看 它们根本 它好一点 市盈率是12倍 息率有两厘半 因此 以市盈率和息率的计算 中信箭头 是好过 刚才那一只 603 603几 我记得了 6030 中信证券 起来这点 这只稍微好一点 它亦产生了问题 又是 握颈 很多的是券商股 券商股 我拿这些出来说 就告诉你 很多券商股 现在正在握颈 我估计他们 握完之后 想上去不到 再下来 接着那一刻 就可能会上去 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起 很多券商股 应该有些可以发力 不单止中信箭头 中信证券 其他券商股 你细心看看它们 不利的通道 放大预体 都可能出现一个 握颈的形态 即使这是代变 今天要推介的 叫中旋防务 中旋防务曾经很虚陷 做航空母船 做船 做等一样东西 是 它是帮手有做 这些大隻蓝隻 近日 的而且确 资金流入相当多 以今日计算 哇 11点都未够到 就已经去到这么多了 多过这么多 走势上 你看到了 又是握颈的 又是握颈的 不过我估计 握颈就像这个这样 可能可以突破 它呢 市盈率不便宜 最坏的是没有识牌 在这点里面 在周线图上 其实它在这里 已经上了一层楼 现在这里是一只 打滑走 这个位置 是高过这个之前的 所以这些是水平的 日线图上面 保利加通道 是突破了上通道阻力 因此 估计 是可以 明天好 后天好 继续 都可以涌上一层 涌多少天 我不知道 不过 可以想想 这些就是以前 推介过的股票记录 这些都是以前推介过的 回答观众问题 如果大家要看的话 可以在这里看 这个表 这个答观众问题表 是以日期来分 日期来分 这是今月4日 回答这几只 1月12日 回答那几只 每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之后 就要将最远最远的那一只 比如12月16日 不知足够两个星期 即是一板 两板 三板 四板 五板 六板 七板 八板 九板 十板 十板 下个十板 即是如何 一个星期有五个交易日 十板的话 即是明天 大家应该会 看不到12月10日 这个 这个 因为这个是十日之前 明天 这个就到到第十一日 如果这个有 朋友再问回这个里面的东西 我不会再回答 麻烦你看看 如果你明天 问回这些 这些 我又要回答 因为已经过了十日 他们的投资形势 可能有变 例如中芯国际 我在当时 12月16日 说 他当时 大约是21元左右 我就说 喂 要出货了 我看他会去14元 还有20元左右 他后来就真的 听到今天 不同了 前过几天 中芯国际 里如反新 为什么呢 因为城市变化了 所以 如果明天有人问 我就会问回 说回 如果今天问 不回答 因为已经回答中芯国际 在十日之前回答了 所以因此 如果大家想问问题 先看这个版 这些 在十日之前 有没有问过 有问过的话 我不会回答的 大家也不要花时间了 好吗 今天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